敬愛的魏老師、林老師 以及各位義工還有各位學員們 大家午安 謝謝各位師姐那個何老師的介紹 那哇很高興喔 來到那個玉里這個地方 好山好水好舒服的地方 有人會說好無聊 其實不會啊 其實很舒服 對啊 只是有時候人在福中會不知福 所以他們就說年輕人都喜歡跑到外面去 事實上這個地方是一個保地 很舒服 然後好山好水 那也很高興來到這個禁思堂這個地方 有這麼好的場地 那剛剛坐在後面幫其他的義工調整 那就在想說 要怎麼跟大家來分享長生學 那我就想到說 因為我今年到國小的資幼班去當代理老師 然後就教那個五年級的孩子 什麼叫價值觀這樣子 跟他們分享人生的價值觀 那事實上人生呢 如何為自己還有為這個社會創造價值 還有跟你身邊的人如何建立所謂的關係 其實這個是我們一輩子要學習 跟付出的功課 就像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們魏玉峰老師就曾經跟我分享 一個人真正擁有的 不在於他自己獲得了多少東西 而在於他付出了多少 為別人付出了多少 然後這三十年來 那也跟著林老師魏老師 學習長生學 那也經常在我的自己的生命裡頭 有用到長生學 那因為你們是高級班的學員 所以相信你們在自己 平常不舒服的時候 有沒有幫自己調整 有 都已經受益很多了 哦 哪裡痠痛調一調 哇 又有力氣起來繼續做家事了 又有力氣繼續起來 完成生命當中其他的一些任務 那也有機會 可以在生命當中為自己 為別人創造價值 所以剛剛何老師就跟我邀請說 哇 那個小偉老師之前有聽你說 在高鐵上面哦 幫人家急救的故事 可不可以來跟這班的學員分享 那這大概也差不多 有十年前左右了 那時候我在台南一中的 學科中心服務 那那個工作 他是要辦理全省的一些 公民老師的研習 那時候我剛接那一個 工作 所以當時呢 就是要從台南坐高鐵 到台北的師大 參加研習 那那一次也會跟很多第一次 見面的公民老師 就是第一次碰面這樣子 那那時候高鐵上車 從台南上車 大概差不多到了台中 哇就聽到列車長廣播了 說請問列車上面現在有沒有醫生 因為有一個人休課了 那有沒有有沒有人可以趕快到 第幾節車廂這樣子來幫忙 所有學過長生學的時候的人呢 聽到這樣的廣播 心裡都會想著什麼 趕快去 趕快去 然後什麼來了 機會來了 對 我們林老師 未老師都把大家教得很好 沒錯 我們的機會來了 這個時候我立刻那個電腦包拎著 就趕快到那個車廂去 就在隔壁車廂 就到了那邊呢 看到有一個先生 哇吐了一地 然後他太太在旁邊也很慌張 然後他的臉色非常的不好 然後就在那邊就是有點奄奄一息這樣子 那這時候呢 我們長生學 第一個就先調哪裡 七號 心臟 對 那就是做一個簡單打個招呼 說我有學長生學 那可以幫你做急救 那我們就在旁邊 那七號跟心臟放上去之後 當然我們眼睛雖然是調整的時候是閉著 但是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周邊的環境 那這時候也有醫生來 那醫生來的時候呢 就問那個人 就問他說 你的眼睛可以動嗎 那時候他眼睛稍微可以動 手可以動 但是整個人還是 人家說錯順順啊 但是因為醫生 他當下判斷沒有立即的生命危險 所以他就覺得說 那沒關係 等一下有下一站的時候 再看是不是去急救 那我就是繼續幫他調整 那調了一會兒之後呢 我看他整個精神好像比較穩定了 那嘴唇的顏色也比較回復了 那時候我也會幫忙注意看 因為有時候列車上會有冷氣嘛 那我也請他太太說 幫他那個外套蓋著 然後看他精神比較好了 稍微可以點頭示意 比較有力氣了 我說要不要喝一點溫水 因為剛才吐了嘛 整個口腔也不太舒服 他就稍微可以喝一點溫水 那我也跟他太太介紹說 我幫他調整的是長身學 然後也了解一下剛剛是怎麼了 他太太就說 剛剛在嘉義上車 跑錯月台一趕車 結果一上來 哇他先生整個人太狂啊 就受不了 他就說他先生以前也曾經去抽個血 人就休克了 然後爬到山上 人又要休克了 所以他說他剛剛在列車上的時候 好緊張喔 想說那個高鐵又不是你跨不跨的喔 所以他就也很害怕 萬一發生了 就是等一下又休克了 或怎麼樣怎麼辦 所以就是趕快跟列車長求救 然後我就跟他說 喔我幫他做的是長身學 這個時候呢 他的太太就跟我說 喔有我有聽過 以前有朋友跟我介紹過 然後這個時候我就在心裡猜 他現在心裡在想什麼 以後要來學 蛤 以後要來學 以後要來學對不對 對 對很好很好的想法 也恭喜現在在座各位都學了 我那時候就在想 他會不會在心裡想說 哎呀如果當時我的朋友 介紹我來上課的時候 我就有來學 今天我當下就有能力 可以救我先生了 對不對 不用在那個交集等待說 哎呀怎麼辦 所以今天在座的每一位 手上都已經有長身學這個寶物了 立刻就可以去幫助自己 或幫助身邊的人 那我幫他調調 本來因為那時候那個是快車 所以新竹站本來沒有停 事實上時間也過得很快 那列車長也問說 哎那這個先生你剛剛這麼不舒服 需不需要特別停新竹 讓你下車去就醫 那因為這個時候他覺得說 哎整個精神啊整個狀態都已經回復了 就是好沒有問題 應該可以到台北 他原來的目的地在下車就好了 那我也一路上這樣子幫他 其實那個高鐵的時間也蠻快的 就這樣子一路幫他調到台北 然後他也覺得說 哎整個人都恢復了 然後自己起來行走都沒有問題 我還是提醒他說哎記得喔 等一下還是可以的話去檢查一下 也不要大意了 雖然覺得現在沒有問題 所以高鐵的那個要下車廂了 列車長就問我說 啊我們要登記一下你的名字喔 然後要做一個紀錄 我說好沒有問題 結果隔了兩三天我就一直有一通 因為上班嘛 就有一通未接來電一直沒接到 後來就接到電話 喔原來是高鐵的客服打給我 那個客服他說喔 他們列車長登記了這個事件之後 陳報給高層的長官 他們就很關切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在那個這個公共運輸上 萬一發生什麼事情是蠻危急的 他們說因為喔你知道列車長怎麼紀錄嗎 列車長說喔高鐵上面有一個人休課了 結果醫生來沒有辦法 但是有一個小姐用氣功把他救活了 所以他很好奇喔 到底是什麼樣的那個這麼棒的功法喔 立刻就可以把人 就可以把人救活了這樣子 就整個人恢復了這樣子 那我就跟那個客服說喔是長生學 是一門用宇宙的能量 導引宇宙能量就可以讓身體的新陳代謝變好 人就可以很快恢復健康的一門功夫 然後他也覺得說哇這個功夫太好了 然後那個客服也跟我分享說 他也在跟他一個當警察的朋友聊天 他說有時候他們身為第一線的服務人員 常常都是遇到這種很危急 但是沒有辦法在黃金時間處理 有時候人就會有一些意外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很高興說 哇那個不就說我也要去學 然後他就問我說 欸請問那個魏小姐 你常搭我們高鐵嗎 我說有啊還蠻常出差的 那這時候他就說 哇我們真的很感謝你 為我們高鐵避免了這個不可預期的意外 所以我們要送你四張商務車廂的車票 長期優惠了 長期優惠 我細丟的蓋河 其實我們聽到第一時間要先說什麼 謝謝 啊謝謝 沒有啦舉手之勞不用客氣這樣子 真的是舉手之勞嘛 那舊人也是我們這個為自己創造價值 這也是我們的福氣跟榮耀嘛 然後他們就說 欸沒有我們高層齁 很希望你常常搭我們的高鐵 你說免費我就來免費來搭 可是要上班了 所以我之後就收到四張 免費的商務車廂的高鐵車票 我那時候每次要用那個車票的時候 那個窗口人員拿到那個 看到那個商務車廂免費票都很納悶 奇怪喔 對他們沒有看過這種票 都要進去調一下資料 確定一下那個他們當時高鐵有這個票這樣子 所以就蠻有趣的 特例 對算特例這樣子 但是呢 在這個事件裡頭讓我收穫最多的 不是那四張車票 是什麼 是當時我去師大 就是參與研習的時候 結果一到現場喔 有一位高雄文山高中的聶老師 一位高高的男老師 第一次見面 他一看到我就跟我說 我要跟你致敬 我說哇 怎麼第一次見面就行如此大禮喔 頭一次快去面呢 他就跟我說 因為他從高雄上車嘛 他說剛剛呢 你在列車上把那個人救起來 我就坐在隔壁台 看你把他救起來 所以他第一次跟我見面的時候 他說要跟我致敬 他說要跟我致敬 好精采 所以在那個當下 我也嫩了一下 因為當時我已經出社會了 我在14歲的時候就學長生學了 所以在我小的時候 從我國中高中大學我都住在家裡 那當時在台灣 剛開始還沒有調整站的時候 我們家的院子就是全台灣的第一個調整站 我每一天 就是幾乎是那個早餐時間剛吃完 林老師就說看那個 我們家是那個紅色的大鐵門 因為我們有一個住在眷村 有一個院子 就會看到那個鐵門下面 就有腳在那邊走 人家就在排隊等著要來調整 然後常常有時候調到兩點了 然後林老師說 因為我們家在做生意嘛 就說等一下等一下 去吃個午餐回來再繼續調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小時候呢 每次上林老師為老師的車子 就會看到那個車上有兩三個碗公 跟幾雙筷子在那個車上打轉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利用時間吃飯 對 利用時間吃飯 因為要開車從我們住台南 然後要到高雄到外縣市去上課 所以都在路上吃晚餐 所以那個碗公都還在車上轉來轉去的 然後在外縣市上完課之後 再回到台南這樣子 所以從我十幾歲的時候 就看林老師為老師 還有很多加入的義工夥伴 就是這樣子很自然的 在為身邊的人服務 然後用雙手就可以幫別人 把身體的這個疾病 這個不舒服可以醫治好 甚至在這過程當中 讓別人的心裡頭能夠離苦得樂 能夠心生歡喜 在我十幾歲到出社會這段時間 好像已經很習慣了 就像人家說 啊 手摸摸的就好啊 這樣 別人聽了怎麼說 這樣 但是在我的生命裡 它是很自然的事情 也是習以好像為常了 但是在那個當下 當我聽到聶老師 他說要跟我致敬的時候 哇 我又心裡一驚 原來我們可以伸出手 成為自己還有別人生命當中的醫生 是一件這麼難得的事情 也可能是很多人生命當中的奇蹟 所以我們真的要好好珍惜 今天我們到了高級班 然後由我們林老師為老師 累積了這三十年 不只是在身體上 還有在很多的觀念上 還有在很多心靈上面的成長 那大家能夠一同來 這幾天繼續學習增進 然後成為我們常生學 讓常生學成為我們生命當中的光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讓我們一起用雙手繼續發光 好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